Hello大家好 我是君老师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我要来跟大家分享 之前所介绍的一个品牌叫Oleada 那他们最近跟Elon Musk的妈妈May Musk 合作了一个联名款的系列 Elon Musk的妈妈 他的故事其实也是蛮励志 然后也是蛮激励人心的 就觉得蛮值得跟大家分享 等会我要开箱三款 Oleada跟May Musk 所合作的联名款之外呢 我要来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May Musk的生平故事 我自己本身也是两个女儿的妈妈 我就去买了她的自传 女人的计划这本书来看 然后去了解说她是怎么样教育小孩 然后看完了以后觉得 这位女性真的是非常值得我们接近 她出生在一个有五个小孩的家庭 她的爸爸是一个诊计师 然后加上她是业余的考古学家 她有一个双胞胎的姐妹 然后所以她们就是五个小孩 然后爸爸跟妈妈都是非常喜欢冒险 可是她们自己买了一台私人飞机 不是那种很豪华那种私人飞机 是那种自己开的那种私人飞机 在冬天的时候载着五个小孩 一起到沙漠里面去寻找失落的故城 我在看她的书的时候就有提到说 她们家的家序呢就是 显中求存如履薄冰 她们虽然很爱冒险 但她的父母都是一个非常会计划的人 所以会把任何事情都安排好 所以她父母才敢这样放心的带孩子 这样开着飞机去探险 那也因为这样子呢 她就养成了一个很勇于去尝试的精神 所以她在十五岁的时候呢 她就开始当了模特了 但她从来都没有觉得外表呢 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 毕业以后呢 读大学的时候 她就去读了营养学系 大学毕业以后呢 她就嫁给了她在高中所认识的一位工程师 Ariel Musk 9年之内呢就生了三个孩子 那老大呢就是Elon Musk 老二呢是Kimbell Musk 老三呢是Tosca Musk 婚姻非常的不顺利 因为她老公就会对她家暴 后来她就毅然决然 在三十多岁就跟她老公离婚 带着自己的孩子呢 扛起了假计 很努力地在赚钱 然后面对自己生活的久劲 在Elon Musk高中毕业的时候呢 举家呢从南非呢搬到了加拿大 然后在加拿大的时候 她也是取得了多伦多大学的营养学学位 一肩扛起了家里的生计 然后打五份工 工作的前下之余她还会行销她自己 所以她就是一个面对人生呢非常积极 她觉得遇到困境呢 不是要放弃 而是要更加努力地去想办法存活下去 42岁的时候 在多伦多有一间模特公司就想中了她 然后让她在高龄的这个年纪呢 还继续地做模特 她登上了New York杂志跟Time杂志的封面 除此之外她是美国呢 Proper Girl这个品牌年纪最年长的模特 她好像在69岁的时候 被签下来当品牌的形象带给人 大家可能看到她这个光鲜亮丽的这些成果啊 都会觉得说她很幸运 但我觉得这些幸运都不是偶然 都是完完全觉得她自己 靠她自己努力然后争取而来的 我觉得她的人生就在告诉我们女性 不要就是人家告诉你说你不行 你就觉得你不行 只要你自己觉得你OK 你就努力地去做一定可以完成 接下来呢我就要来讲Maymask跟Oleada 所合作的联名款 那这三款包包它们的灵感来源呢 就是board room to board room board room就是会议室到宴会厅 适合职业女性们的手带还有包包 背上这个包包就像Maymask一样 这样子灿烂过着这个精彩的人生 接下来废话不多说 我们就来开箱一下 油够大 超级美的箱子 上面有写Oleada跟Maymask 打开来 好可爱喔 里面都是爱心耶 超Cute Just make a plan OK 这是她的这个书的 这个呢 等会我来给大家解释 From May to you OMG 突然觉得有种很感动的感觉 粉丝冒泡泡的 总共有三款 这款呢就是我之前呢有介绍 就是非常推的 他们家的best seller的海浪包 海浪包有超级多的功能 然后我觉得非常非常的适合职业女性 把这个Moss了 做合作的包款都有她这个亲笔签名的吊饰 但是海浪包呢造型是蛮类似的 只是她有很多小设计 这款包呢的银色缝线呢 她的灵感呢就是来自于May她的银色的白发 其实他们家这个玉子酱的立直扭屏 那就非常的耐用 白色的缝线看起来就非常的简约 然后非常帅气 旁边的这个地方有她这个银色的这个设计 她这个侧面的这个地方是可以放一个13寸的电脑 但因为我现在手边没有13寸的电脑 我就拿一个iPad这样放进去给大家看一下 然后它旁边这边有很多的内袋 打开来呢拉链的地方也可以再放东西 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包包非常多功能 就让你上班的时候可以使用 就比如说像白水啊 都是非常的轻松 重量是蛮值得跟大家分享一下的 因为毕竟你到上班啊 都不会希望要背一个太重的包包 对不对 一公斤 以这么大的包包来说算是蛮轻的 为什么这个包包这么热卖呢 就是因为它有非常多的背法 首先呢它可以这样子侧肩背 它可以这样子手提 OK 可以侧肩这样子背 这样子 最后一个方法就是它可以后背 比较不会这么累 分担那个包包的重量 这样后背它 超可爱 非常贴心的设计的是 它这一块地方啊 是让你在旅行的时候 插在那个杆子上 包包就不会就掉下来 基本上一个iPad放进去是没有问题的 电子书 噔噔 女人的计划 Made Mask的自转 实体的书也没问题 长甲 因为这个包挺大的 所以可以放长甲 像这种AirPods呢 就可以放在这种小小的地方 这样不会搞不见 钥匙啊放在袋子里面 比较不会挂花 药啊或者是化妆品啊 补妆的啊 然后太阳眼镜啊 超级能装 完全没有问题 然后如果你觉得装了很多东西很重 明明你还放水进去啊 这样背 非常的轻松 价格是795块美金 之后呢 有我粉丝所争取的一个折扣呢 到时候再跟大家后面分享 接下来这款呢 是我自己很喜欢的 海岸拖特包 好 都有它这个Made Mask的这个钓石 签名的钓石 这个海岸拖特包呢 它是更新的版本 那我之前介绍的是旧的版本 那这个是有更新过的 所以它是2.0海岸拖特包 那我其实很喜欢它这个颜色的设计 因为它这个帆布啊 跟这个黑的配色 非常其实非常像 爱马仕包的那个配色 有个很经验的配色 你看到里面打开来 有一个额外的袋子 那这个袋子呢 我给大家特别介绍一下 它是一个专门拿来放电脑的袋子 拖特包里面呢 可以装16寸的电脑 然后呢它还附有一个这个内胆包 专门可以放14寸的电脑 它前面这个地方呢 还有一个袋子 可以让你放滑鼠 这是一个额外的小走袋 里面的样子呢 是长这个样子的 后面有个地方 是有个拉链 你看到也可以放东西 他们家的东西质感真的很好 还有呢 它又很贴心的替你想到 如果你需要旅行的话 这个地方打开来 又可以把这个地方放到心里干 挂在上面 不会让你的包包动来动去 这个地方呢 是有一个这样子的扣环 那防止人家就想要偷你的东西啊 有些时候大包就是我这种围线 或者是防止东西掉出来 不需要放电脑的话 我觉得这个小袋子也蛮好的 可以拿来当做一个隔间 然后让你可以摆东西的时候 更加的有组织织布呢 搭配这个意大利牛皮的设计 有两个体带 其实我觉得蛮方便 重量呢是一公斤又130克 我如果不放在电脑袋里面 没关系我就放在这里也OK 因为电脑比较大 间隔的地方呢 就放一些文件呢 iPad啊 水 没有问题 皮夹 猪 手机可以放在旁边这个袋子里面 感觉是非常sturdy耶 基本上还是可以在塞里面 还有更多空间 我感觉拿来当妈妈包也OK 那侯佩晨呢 最近呢也背了这款海岸托特包 接下来这个是Ballroom 宴会的时候 我觉得这是我最最最最喜欢的一款 这是他们家新推出的这个Echo 腋下宝 那这款呢 是之前我那时候在介绍的时候没有的 银色的版本呢 是跟这个May Mask所合作联名的颜色 银色的代表呢 像他的一头白发一样 59岁还是60岁的时候 他就开始不染他的头发 结果就是他用这个白色的头发呢 增补了整个时尚圈 那云朵吊飾呢 除了有May手写的签名之外呢 还有呢May对女生的祝福 The sky is unlimited 他除了可以当手拿包之外 就腋下包这样子 就是他这个地方有一个 像这样子的设计 然后就把绳子塞进去 他也可以当这样侧间背的包 后面有个地方呢 这边有个洞 然后呢 可以这样 然后就变成像腰包的这样子的款式 很可爱吧 然后这样你可以示范你的双手 然后可以这样 Party 容量是大概这个样子 可能放一个卡夹 手机 钥匙 就差不多了 都塞一个口红 里面还有一个这个地方可以放东西 300克 超级琴 Echo的这个波纹的腋下包的价格 485块 这是猪皮纹的意大利的头层的牛皮 所以它就是牛皮 但它上面是那种猪皮的纹路 然后你看里面还有它的签名 很可爱 因为我之前有跟他们合作过 然后我就跟他说我想要给我粉丝一些福利 所以如果大家下单购买Mia Mosque跟Oleada的合作 联名款 大家都会有15%off的折扣 除此之外呢 这是小助理替我们争取到的 爱犬吊饰 然后这个吊饰真的超可爱 订购它这个系列商品的话可以免费赠送 那爱犬吊饰是May的爱犬吊Ray May它在万圣节办的是101Jongle里面的那个Corella 那也是背着Echo的包包呢 挂了很多很多纸这个爱犬吊饰在上面 这样背起来就超级可爱吧 有没有 我真的爱他们家的吊饰 他们家除了这个吊饰之外 还有这个 Avocado跟这个仙人掌的 吊饰我都超喜欢 那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 然后呢告诉我你有什么问题想要询问 除此之外呢 记得要订阅君与老师的频道 这是给我最大的支持 也欢迎大家跟我一起分享 你到底喜欢哪一款手带呢 记得要使用菌菌的这个 15%折扣喔 来他们家的包包的话 就会有85折的优惠 再加上送这个爱犬吊饰 OK 好啦希望大家喜欢我的影片 那我们就下次见啦 拜拜 爱犬已经睡死了两个 要睡成这样